就在这儿啊 来 再切两个果子啊 看 这儿 来 近日在湖北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百草园护林站 护林园谭明宽多了一些甜蜜的烦恼 那就是教一只野生小猕猴学习野外生存技能 神农架有华中屋脊之称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基地 拥有压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泥碳险湿地生态系统 是众多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 今年8月 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 新华农场龙溪护林站一位护林员在巡护工作中 发现了这只落单的野生小猕猴 小猕猴当时后肢受伤严重 失去攀爬能力 于是被送到了百草原护林站 经过救治 脱离了生命危险 谭明宽成了小猕猴的家长 为了让他尽快恢复 三个月来 谭明宽通过网络 自学野生动物专业救护知识 坚持每天给小猕猴喂药 按摩 捶腿 教他走路 还自掏腰包购买了牛奶 枸杞 桑生干等进行喂食 补充营养 如今小猕猴不仅恢复了健康 还成为了谭明宽巡护路上的队员 每天小猕猴会穿上谭明宽专门给他定制的小衣裳 跟着他上山巡护 途中谭明宽就教他吃野果 攀爬树木 躲避天敌 谭明宽说 等小猕猴掌握了生存技能 就会尽快将其放归野外 今年来 神龙架持续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 采取一系列游历措施维护生物多样性 野生动物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金子猴从被发现时的500多只增加到现在的1600余只 大泥栖息地由原来的两个流域扩展到邻居全部四个水系 今年上半年 位于温水林场百草园护林站的神龙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站 和野生动物救护放生适应场项目相继建成投运 至今已拍摄到神龙架金子猴影像资料50余份 救护金雕 猕猴 梅花漏等野生动物十多种 它主要任务就是对我们全区的受伤的野生动物 比如像闹单的 还有就是这些幼鸟啊 什么这个幼小的这些动物啊 比方说就是仪器的这些动物啊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救护 救护以后呢 然后就放到这个适应场 进行一个放生前的一个适应性的一个训练 达到这个一旦达到这个野外放生的这个条件以后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放生 未来神龙架将继续加强对野生冰卫动物的保护 对包括神龙架金子猴在内的1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物种实行清单化管理 开展必要的牵地保护和人工繁育研究 对这些物种的栖息地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和生物廊道建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